又一只熊虎看中了这片领地 我们就叫这只熊虎白山吧 白山一路奔波 但却显得更加强壮 白山接收到了十月留在树上的信息 更发现了库叶的存在 库叶也知道入侵者来了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决斗一触即发 一瘸一拐的库叶在此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 显得疲惫而落寞 他战败之后最终很快 他也在我们的监测过程中消失掉 更好 当老虎失去领地 通常很难生存下去 有可能是因为斗争中严重受伤影响捕食 也有可能是 再也没有能力占领一片 能够提供稳定食物来源的健康领地 此虎需要挑选最好的熊虎 才会繁衍后代 这是自然法则 强壮的白山没有遇到过对手 它一直掌控着这片领地 直到今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